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汤水 泰智森蜜冬红棗煮猪骨和瘦肉 材料有泰智森蜜冬红棗果皮 有两只毛花果 有两只鸡鸡鸡 平时吃鸡斩器放进去 有瘦肉 排骨 放一点红萝卜 我这一盒是蛹虫草 蛹虫草比较嫩 这是虫草 虫荣比较漂亮的 很香 打开的时候真的很香 我用了20克 20克也很多 这一碟我全部洗过 这些还没洗 因为汁很干净 连头部都剪掉 我们就这样洗一下 洗好放进去就可以了 洗好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洗小的 水 水 用滚刀切成小块 大块少许 排骨头买的时候帮手斩了 瘦肉也没有帮切 自己来切 切成小块 大块 这一块瘦肉很粗 煮了就不能吃了 煮的汤是很甜的 这样就可以了 每一只都拍一拍 拍一拍很容易撕 开了 家庭煮汤 又要好饮又要有益 让你的汤水煮出来不好喝 小孩子和青少年不和你喝 这个汤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挺好的 太子芯有补气山津 其实有清补的作用 挺好的 如果你说有些干咳 小痰 也很适合 皮胃比较虚 胃口不好 太子芯就最适合 蜜冬有芸肺清芯功效 对便秘也挺好的 毛花果 亦是芸肺 又甜甜的 红组黄血 又是甜甜的 这个汤煮出来 味道是不错的 又有益 还有这个蛹虫草 它也是很好 这个蛹虫草 它有改变失眠减皮露 还有补肺强免疫 非常之好的 一种菌 现在将这些 放入水 鲜鲜的猪肉 直接放入水 都不放什么 鸡脚 这里有一块 猪皮 这块是猪皮 鲜了脂肪 放进锅 好 它迫到泡沫出来了 撇了它就可以了 跳回小火 不要太猛了 如果你还去水喉洗它 不需要撇得很干净 我就不小它了 有了它 很干净 我直接就放进锅里 放进锅里 放进锅里 它都很干净 很干净 放进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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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半个小时才放进锅里 放进锅里 大火 大约8碗水 一般都是8-10碗 都放进锅里 你的材料有多少 你感觉到它松松冻冻 这材料就可以了 盖上盖 大火滚起 中火煮它15分钟 然后调中小火 慢慢煮 好了 汤煮了一个半钟 哇 好漂亮 看看有没有油 如果多油 趁它一会滚 我们就找一只盒 中间滚的时候 我们就找一只盒 在边那里 油会走到边的盒 盖了它就是了 慢慢地放入盒 没有油 现在这个时候 放这些蛹虫草 下去 煮滚之后 继续调回小火 盖盖 煮它半个小时 好 时间到 哇 很香 关火 湯挺漂亮的 很棒 半茶匙的盐 湯很漂亮的 排骨头可以吃的 鸡脚可以吃的 先试试 哇 好清甜 好正 这个味道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试试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